这颗东美人因为都没有修剪 已经长成一棵树的样子 大概十年前在它的枝条上 加接了四种不同品种的多肉 红混佳人 秋莉 超五熊搞扮 银月 首先剪下一些多肉当结碎 东美人的老庄当沾目 这个是红混佳人 一片剥一些吊之后 两面各斜切一刀 角度大概是45度跟15度左右 东美人的枝条剪断 重切一刀 位置最好贴着木质布往下切 深度大概2公分 再把红混佳人 小心插入切口里 再用束带扎紧 再用束带扎紧 就接好一个了 这个有一个乖乖的名称 叫超五熊搞扮 用同样的方式 架接到东美人的枝条上 明月与秋莉一起结完 再用胶带包扎 加强固定 一般而言 同科同鼠加贼成功的激励最高 这次同科不同鼠 轻和性差一点 套上塑胶带保护 再晃到太阳直射不到的地方 等待伤口愈合 经过一个星期 解开塑胶套 剪掉两个东美人的枝条 减轻负担 晒一下冬天温和的阳光 目前看起来状况还不错 现在又是多热的生长旺季 成功的机会应该还是蛮大的 另外这个是加州西洋 接白牡丹 这个接的是 雨女星跟秋莉 还有这个火龙果枝条 接加州西洋 已经快两个月了 这一盆仙人掌接红魂佳然 已经三个月以上了 今天的多肉假接 就分享到这里